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福他 很多年没有再见过面 没有机会同台 希望他很好 各自在自己的舞台奋斗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范伟奇多年前与张韶韩元氏同家公司 后传出两人有心结 之后便几乎不曾合作过 直到不久前两人在节目蒙面唱张猜猜猜二众亿万同台 在度兴起两人过去的恩怨 范伟奇表示 录制过程中完全不晓得其他歌手的身份 不禁歌手乔装打扮 就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全都得蒙面 所以两人同台是节目组故意的 像当年张韶韩的爆红程度 那真是有目共睹 甚至媒体们都认为当时的张韶韩离乐塔天后的地位 只差临门一角 这远远超过了不冒唱片的打师姐范伟奇 范伟奇嫉妒张韩韩的说法 也在房间出现 和张韩韩搭档 演了多年好姐妹人设的范伟奇 在张韶韩当年落纳时 也没有任何发生 反倒是默默接下了前者的广告代言 而本来范伟奇的特助胭脂和张韶韩的特助 但水旅是一对夫妻 在张韶韩出世而期间 但水旅跳槽变成了黑人的助理 结果那年张韶韩处出时 身边没有经纪人 助力可用 如果两人真是好姐妹 就算不帮助也不会落井下石吧 看来两人的关系并没有真的很好 不知道这一对可不可以算是塑料姐妹花